-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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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法輪最前線 我是錢萬周 那今天禮拜三 禮拜三來講的話 今天行情收了一根 這個十字線 這個有點開小高走低 那其實現貨是漲了17點左右 那期貨來說的話 稍微比較偏向弱勢一點 不過還是一個 比較整理的局面 我們看大盤來看的話 今天還是在月線之上 還是在這個 適度去做一個測試 11000點的一個高點附近 那今天來講的話 就是稍微是一個整理的態勢 那到底後面 或者是本週來講的話 行情會怎麼樣的變動 那另外來講就是說 這個地方 你該用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去面對目前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行情 那我們先看 當然這個即將 這個大陸要通過 這個所謂的一個香港國安法 那白宮也說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制裁的行動 那我想大家就很擔心說 那我想大家就很擔心說 哇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周美關係好像又變得更差 那會不會 這個前面的貿易戰升級 又再去去做一個擴大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這是一個關注的焦點 可是我們要注意到 今天 如果你看那個亞股 這個大概 亞洲股市的部分來講的話 像港股 也沒有太大的一個下 也沒有太大的下沙嘛 那其實 亞股部分來說 它大致上都維持一個漲跌互劍 還算不錯的一個情況 那台股也維持一個小幅震盪 所以你說這個利空 到底 過去的沒有 有需要很擔心它嗎 那另外 這一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 目前 這個 總統大選的一個狀況 其實目前川普是輸的啦 那其實我們要注意到 川普如果一旦在民調上去做一個落後的話 那會不會 隨時隨地 就要去做一個升起 這個所謂貿易戰的一個狀況 貿易壁壘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反倒是我覺得後面 你可能在 你的投資策略 你的選股部分 我認為是影響到選股 那 至於說整體的趨勢來講的話 我倒認為說 可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嚴重 只是說你的股票 你不要 現在的選股 第一個 位階高的部分 你盡量不要去做太過最高 那另外來講的話 受外在環境 受貿易戰 直接衝擊的 比如像5G啊 比如像是這個 手機相關的部分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說最近好像 它的整體性就走的稍微差一點 我們以這個 手機其實你就要看那個大力光對不對 你看最近就是一個 比較整理盤的態勢 那也一樣 浴金光也是類似的一個情況 你說這種高價股 這個高價股我又沒有買 那都需不需要去看它 其實還是需要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就代表這個鏡頭雙雄 就代表說 這個手機產業看起來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一個 比較去做一個網上發動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一個訊號 那一樣在被動元件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 被動元件跟5G跟這個手機相關 你看國具 還是維持一個比較 一紅一黑一紅 那其實還是維持一個 小幅的一個下降趨勢 所以說這邊來講的話 到底後續的行情怎麼看 那其實我的結論也是一樣 策略上你就是要買低不要買高 那一樣這高檔不追 熱門股 不要太去做一個追價的部分 那這張圖表也是一樣 你看70萬散戶瞄準防疫概念 你覺得這個是對的嗎 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這個一窩蜂對不對 大家從以前都知道吧 你仔細回想一下 你從過去 不管是投資也好 或者是像是以前最有名什麼 普世蛋塔對不對 在過去一些消費性的東西來講 你就只要注意到 只要是一窩蜂的情況 你大概就是沒什麼太大錢賺 那反而要怎麼樣呢 股市投資要怎麼樣去做一個獲利 就是說你要去找那種 別人發現的還沒有很多的 就別剛剛開始 股價剛剛開始萌芽的 剛剛開始突破 就所謂的一個低檔買股票嘛 你低檔買股票高檔賣股票對不對 你是不是比較有力氣 有這樣的一個可以獲利的機會 那當然今天防疫股震盪啊 其實尾盤又拉起來 這盤中的一個圖形 可是你要注意到 包含像恒大啊 後面又往上拉 可是問題是 這一種高檔的一個大幅震盪對不對 其實這個一系列 像保齡附近對不對 他股價在高檔 去做一個大幅洗盤的話 我們先不管他是不是 漲到末端了 至少來講的話 你進去裡面操作 你會不會覺得相對 好像比較困難一點 我就給大家這樣的一個想法 你要想說 我們買股票對不對 你不要想說 我一定要買哪個類股 沒有什麼一定要買的股票 只是說 有沒有那個價位來 會讓你有機會 能夠賺價差 我們操作邏輯很簡單嘛 買低檔的股票 或是買剛剛發動的標的 這個已經發動一大段了對不對 買低檔買剛剛發動的 賺了一段價差 你說有沒有大波段 我就會看行情 有時候行情就是 你可能是小賺 就是可能做這種短線價差 對不對 那做完之後呢 這個利多出來 或是股價來到一個 相對是一個 比較高位階的時候 是不是把這個獲利對不對 放到口袋裡面 我想這就是我們 一直在做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錢老師來講的話 這個我們的會員 其實到目前為止 應該都處於一個獲利中 當然進來的一個時間 我認為差不多啦 大家知道你 即便最新進來的 我們最近切入的低檔 低檔下三股 也都是檔檔獲利 這個就是最新切入的 1萬1千年你要買什麼股票 我們買的股票 這兩三天 還是都能夠很快的時間 就獲利 甚至已經脫離成本區 你說什麼樣的一個趨勢 下半年第三季 第二季來講的話 什麼樣的一個往後趨勢 能夠讓你在整個投資上 得到一個比較大的利益 我想這就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錢老師來講的話 我們立業務員說 我操作很靈活對不對 很靈活 而且很能夠去抓 他所謂的一個主流 那也不會去太過的一個追高 你說追高也會來的時候 漲5% 漲6% 漲7%也會追 但是我不會追到那一種 像防疫股現在去追 我是不會去這樣做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整個操作上的一個差異 那另外我們的邏輯是一樣 這邊的策略 先求穩再求勝對不對 吸線無戰式概念股 這就是我現在要做的標的 你說這個大盤 1萬1可不可以買股票 我認為當然可以 很多股票 像我們最近在做的標的 很多都是低檔 開始慢慢起來的標的 那這種股票 你可以持續買持續加碼 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 走自己路的股票 不要受貿易戰影響的回升股 下半年解封對不對 這個歐美哥國家解封 很多的一個生活軌道回復正常 哪些產業會有一個回升的契機 那麼後裔時代的產業回升跟法人索馬股 我覺得這邊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現階段的一個重點 那就整個行情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一樣 我們看到 在趨勢往上的情況之下 你六月份 現在五月底了 我們六月份好像要漲價 我們後面有個優惠 一樣要跟大家講 六月份我們要漲價了 因為老師的績效 這還算不錯 所以說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要一個 會有一個比較漲價的部分 你要來跟上我 你趕快趁現在 我們剛剛佈局某些類股 那你要來的話你要趕快 剩下比較便宜的一個時候 那一樣 六月份全面鎖定 需求回升跟 所謂的一個西線無戰式 那就趨勢來講 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這邊 我覺得這個行情應該是 比較明顯 這裡來講的話 我們先應該這樣講 這裡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一個趨勢 是一個往上 還沒有太大問題 那重點是 目前行情應該走一個 比較震盪 甚至還蠻強的 是一個往上震盪 後面我認為是 慢慢去做一個往上走 在下半年的時候 可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可能這邊的一個時間 會拖的比較久 那你選鬼不能亂選 你不要選那種 長了半天高的 你再去追高 那就不太對 因為指數 整個行情 它速度不會快 它就慢慢長 慢慢的去做一個 往上墊高的動作 它也不是一個走空 我們舉幾個例子 前面有跟大家講過 指標來到高檔對不對 會不會一大波 指標來到這邊 當然這邊是失敗例子 你說會不會走這個地方 起碼這邊三次有兩次 近一年多對不對 指標在高檔對不對 行情漲一大波 那這裡也是一樣啊 指標是不是來到高檔 指標來到高檔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邊就結束了嗎 它會不會後面 繼續往上走一大波 所以我認為現在行情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 就指數裡面來說的話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拖時間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很簡單 我們這邊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代會員也是一樣 或是你們自己看股菜是一樣 當然找基本面 產業要回升的 下半年行情 這個疫情逐漸過去 那個歐美要解封 難道說你會漲的只有5G跟手機嗎 對不對 這兩者來說的話 可能還會受到一個貿易戰的影響 所以我們前面做過的一些主流股 你看現在下一波第一檔轉強股 其實我們就是現在慢慢再做一個進場 再做一個佈局 可是一進場就能夠很快的不受大盤影響 就往走自己的路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我要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疫情來說的話 目前還是在高漲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歐洲美國是慢慢在往下 我覺得這是重點 現在起來是什麼 俄羅斯啊印度啊巴西啊這種在起來 所以你看到這個 好像總數字好像沒有太大的一個往下變 那當然這邊來講的話看一個重點 如果說很快速的一個往下降 代表說疫情要結束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後面的市場的一個走勢可能會更快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總數還沒有太大改變 可是問題是主要的經濟體 像是歐洲美國的部分都在往下掉 所以你會看到說好像這個NBA也要 準備要複賽啦對不對 很多的一個運動賽事準備要複賽 我想這會不會就是一個 你去做一個選股的一個關鍵呢 所以說後一時代你要怎麼選股 很明顯的一個邏輯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疫情要慢慢做一個消失嘛 我想這就是一個趨勢嘛 你今天不管這跟什麼夏天那些 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就是說你就是說 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各國都是去做一個封鎖 去做一個控管 那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疫情就不會像當初二三月一開始的時候 一路往上去做一個無限制的一個擴大 現在就是一個慢慢的去做一個控制下降 控制回升 控制解封產業回升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們現在做什麼東西呢 你看我們做運動紡織 我們做所謂的一個去美化 甚至在整個內需概念 甚至宅經濟的部分對不對 我們中間要找什麼東西 這裡面有哪些個股 哪些股票市 哪些產業市 我可以享受到將來 產業回升這樣的一個利益 但是呢 我又跟可能的貿易戰無關對不對 11月要美國總統大選 那現在呢 川普的民調是落後的 他會不會又 可能會出什麼新招 跟這個中國去做一個 你來我往互相比拼這樣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的選股很簡單 我們就找那種 盡量是消去法對不對 把一些不好的地方把它做一個消去 那我們盡量找出那種 位置 可能又不是那麼高 那產業又要回升 那我要跟貿易戰沒有關係 你覺得這種類股 是不是就很好做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可能不要覺得 11,000我不敢買股票 11,000就是高點 我想目前 還沒有確切的這個警訊 說這個行情就結束 我認為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慢慢去做一個測試11,000 他慢慢就會站上 慢慢就會去做一個 往上越墊越高 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你現在的一個邏輯 你就是要 這個找對方向 找這個所謂產業回升的 找這個跟貿易戰無關的部分 有哪些類股 我們就是很集中 一檔一檔去做個切入 所以你說 這個我們後來後面行情怎麼看 老師這邊後面行情怎麼看 其實我沒有很悲觀的 我認為說這邊來講的話 到處都是機會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重點在於說 你不要選那種利多已經出來的 像保齡富景對不對 你看這生技股 法輪開始在賣了 那股價在高檔 現在非常的熱絡 除了保齡富景之外 你看很多股票也是一樣啊 你說像是恒大 不敢說行情已經結束了 但是這種 這種大幅上衝下襲的走勢對不對 我相信你很難賺 因為你看今天盤中跌大概跌8%左右 盤中大概跌到8%左右 你說這種行情 你要怎麼去做對不對 這裡你要怎麼去做 雖然尾盤給你拉起來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來說的話 像是比較弱勢的部分 像2337的望虹 今天稍微反彈嘛 但是問題是他整波段 還是一個比較往下去做整理的局面 那2492像是這個被動元件 其實也還沒有這次轉強 還是在一個整理的架構 他還是前面漲了一波之後 這個地方做一個比較整理的部分 那你說像是 漲很高的很厲害的 像鏡像電對不對 那只是說這種股票 已經漲那麼多了 那當然即便他的業績不錯 可是問題是你這裡去追高 你會有利基嗎 那我覺得就是比對的問題 你在這裡追 我認為是風險比較大 當然怕或許震浪之後還要再往上 那我覺得這邊來講的話 與其待會員 我們切入這種股票 你不如找那種低檔 剛剛轉強的一個標的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是這個巨洋 巨洋就是運動紡織 Nike概念股對不對 你說我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外資在這個地方做回補 就像我這個紅色圈圈裡面 外資投信 你看前面賣了一大堆 前面賣了一頭拉股對不對 都是賣 這邊開始要去做回補了 這邊開始做回補 對不對 外資投信在這個地方 開始去做所謂回補的動作 那是不是昨天是什麼地方 昨天就是說 這個產業有沒有可能走出一個 比較長期的一個產業回升的架構 所以我們現在來布局來說的話 我們就專找這些標的 你說巨洋它這樣子 你說短線好像長很多 可是事實上它可能長線才剛開始 比如說除了巨洋之外還有哪些標的 你看 這個是1476 仿製股的股王 是不是今天也串起來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題材很簡單 這個就是很整齊 你說這比較大眾化的 這個9904 保存 保存 保存我沒有買 因為我不是買這一檔 但是你看它也是一樣 這個架構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運動產業 為什麼我這邊看 你說11000 你要找什麼產業 找手機嗎 找5G嗎 或許是 但是要沒有疑慮對不對 找生技嗎 怪怪的吧 因為找那麼高了 你說找 航運嗎 還是找這個觀光呢 觀光或許有機會 因為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 可是我們要找後來有題材的 你說像以這個保存 它比較弱 因為怎麼說 它是我認為運動產業裡面 它可能是比較 比較稍微差的一檔 原因在於說 它雖然說底不成立對不對 打出一個W底 這裡是保存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它的融資預額 近期增加了比較多 所以我認為 保存或許不會是一個 絕佳的帶會員的一個選項 那帶會員的各國來說 我們其實還有別檔 當然像是 你說1477對不對 這很強啊 這個 對不對 這很強嘛 大概走之野路 你說像一樣 類似的像古王對不對 古王那個 這個盧虹 這個 對 1476嘛 300多塊的股票 古王 仿製股的古王盧虹 是不是也是一個底部出來 而且重點是 法人 外資仇信這個地方 也是開始滿進 而且它的區間 你看 前面修正了一大段 如果我下半年要產生一個 前面修正一大段對不對 這裡嘛 如果我下半年 我會運動回升 我會不會回到起跌點 或許有機會啊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說 巨陽路口怎麼看 我認為就是一個 長線處底的一個個股 那你說電子股呢 一樣剛看到3406的預金光 大致上就整理吧 3034 像是這個 一樣 這個 這個我們之前看好的 但最近也是一個 還不錯 回到我們之前賣出 價位之上 其實是我們之前賣低的 但是我們就換股 因為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手機產業 5G相關的部分 我認為可能時候還沒有到 而且或許是低點要往上 可是問題就是說 後面會有像是 這個貿易戰升級 這種事件 我認為 我們待會員就稍微避開一下 我們有更好的標的啊 有更好的可以去做一個 波段操作的一個選項 那所以一樣 我們這邊要 有到今天是27號嘛 這反正就是5月底 應該是27號 沒有錯啦 那27號吧 27號 那這裡 據我們的這個業務 跟我說 就是6月份確定漲價 要我跟大家 一定要提醒 因為老師的績效 就是非常好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6月份確定漲價 所以這裡有一個 這個加99 衝一波到封關 那這個優惠來說的話 你要怎麼去知道這個優惠呢 第一個你可以打電話來 23219933 你來電話來問 直接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到 老師的這個圖表的下面 我們放大一下 下面有Lineat 下面有這個Telegram 對不對 Telegram就是法輪最前線 那你如果來這邊的話 來Telegram的話 老師平常早盤 或者是晚上都會有一些 看市場的變化 會有一些分析 那下午會有所謂影音的一個部分 你在這裡面 一樣每天看老師的一個分析 那另外來說的話 裡面會有一些表單 你就填寫表單 那至少來問一下 到底我們優惠長什麼樣子 甚至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都有送一些資料 對不對 之前就抓到 之前抓什麼 上次的資料 上次的資料抓到3529 對不對 5月中的資料 是不是抓到了這個 Lineat 對不對 你說老師的資料有沒有用 在前一波 5月初吧 5月4號 245也是聯發科 你說送資料 這個老師也有買 這老師讓我們現在出掉了 那你做聯發科 你是不是也長了大段 所以你說在老師Telegram裡面 你一樣 老師Telegram裡面 老師Lineat裡面 有很多還不錯的東西 可以就說去 那重點是 你在目前的一個位置來說的話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 後續的一個操作 我想這邊一樣 很簡單 哪些類股 哪些個股 什麼點位 可以去找這種 西線無戰式概念股 跟外在環境比較沒有關係 也不怕貿易戰 但是呢 走自己 產業回升的道路 我希望大家來講的話 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上老師的腳步 謝謝大家 本公司以往直氣效不保险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首先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